看一部电影《提摆我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方唐》 幼年散母的石恩 由于过于思念离世的母亲 大冬天地跑到她坟前看望 幼小的身躯承受不住寒冷的气温 一时晕桃在地 还好家里那头痛人性的母马将军 把她驮了回来 将军是妈妈生前最喜欢的马 她额头上的一撮白毛是最好辨认的标记 将军性格温顺 还能通晓人性 每次放学 石恩都会心冲冲地跑到牧场 因为将军会在路边接她回家 小时候石恩很喜欢骑在将军背上 可石恩父亲却不想让女儿 在马思料的气味中长大 认识父亲多年的叔叔 一语道出真相 你这样说 只不过是不想让石恩 和他妈妈一样成为骑士罢了 看着父亲阴沉下去的脸 他和叔叔在路边吵了起来 这时在车上等他们的石恩 看到一群职业骑士从他旁边跑过 他们英姿撒爽的气派模样 让石恩萌生了长大后当骑士的想法 于是他背着父亲 开始和将军打好关系 和他捉迷藏 陪他吃草 给他送鲜花 跟他讲悄悄话 下雨天躲在他肚子下 累了就睡在他背上 将军也会自觉地把他送回家 多年后石恩长大了 将军也即将迎来他的第一次生产 那是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将军羊水破了要生产 兽衣穿着黑色雨衣跑到了仓库 他在查看情况后 发现将军有点难产 如果要救小马鞠 可能要借助外力 在父亲的努力下 小马鞠成功产出 然而付出的代价是 将军的死亡 兽衣说 刚生下来的小马鞠 没有母马的照顾 是很难存活的 父亲听从兽衣建议 决定给他安乐死 石恩一声制止 把他从兽衣手下救了下来 他承诺父亲 将军的孩子 他会亲自照顾 父亲是个优秀的农场主 每年从他牧场产出的优质马匹 经常会被人看住买走 所以当他得知 小马鞠失去母马的时候 小马鞠无疑是在他这里 被判了死刑 一些专门物色马肉的商贩 也主动找上门 说要把他家的小马鞠 卖给爱吃马肉的香港人 但父亲爱于石恩的执念 还是婉拒了他们 小马鞠继承了将军的优良基因 额斗上也有一撮白毛 因为他是在打雷的下雨天生产的 所以石恩给他取名为雷鸣 雷鸣有一个爱好 吃方糖 每当石恩想奖励他的时候 就会给他一块方糖 石恩对他的喜爱不亚于将军 他还跑到海边 对着天堂里的将军承诺 这辈子都会替他好好照顾雷鸣 事情的转变是来源一次电话 塞马西会告知父亲 石恩报名的职业骑士考试 日期发生了变更 父亲听到后 脸都阴沉了下来 石恩瞒着他报名了骑士 要知道他从一开始 就不希望石恩和他妈妈一样 一辈子都在和马打交道 他未经石恩同意 把雷鸣卖给了商贩 还说要用这笔钱供石恩上大学 石恩知道后很生气 对他来说 雷鸣不仅是一匹马 而是像家人一般的存在 父亲的做法让他很崩溃 可等他跑到港口的时候 雷鸣已经被装上 开往香港的轮船 而且开走了一段距离 就这样 雷鸣从他生命里消失了 那天的石恩 对着轮船开往的方向 哭了很久 石恩生着父亲的气 并没有去念大学 一个人偏执地报考了骑士学院 来到了骑士训练场 每天负责打扫卫生 照顾马匹 训练场的男生居多 他们经常看不起女性骑士 尤其是在石恩的跛脚金教练 不知道是不是他多年前失败的赛季 害他脚受伤 只能退身教练 反正他本人也是个失败的例子 现在的他为了钱不择手段的 让自己的学员 在比赛的时候干扰其他人 石恩在训练场的地位很低 经常遭到金教练的谩马不说 还是所有男骑士的嘲笑对象 即便如此他都诊了下来 成功在骑士学院毕了业 正式成为了一名职业骑士 一天 训练场送来了一匹额头有白毛的马 石恩以为是雷鸣 仔细辨认一番并不是 他的名字叫蓝鸟 蓝鸟的出现勾起了石恩伤心的回忆 他回到宿舍 盯着雷鸣的照片发起了呆 雷鸣还活着吗 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位带着牛仔帽的男人 正在拉客去他们的香港俱乐部 他女朋友跑来说已经买到了方堂 于是二人匆匆赶到马厩 用方堂哄骗了一头额头上有白毛的马 就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 用烧红的铁在他身上落下他们想要的印记 方便他们下次骑他去打街发传单 吸引更多顾客 香港俱乐部 爱吃糖的马 额头上有一缩白毛 看到这里呢 可以大胆猜测 这头马很有可能是石恩多年前的那头 石恩成为职业骑士后 终于迎来了一次上场机会 金教练叫他放弃竞争 上场去干扰别队的五号 从而帮助自己队友阿哲赢 石恩虽然很不情愿 但他还是听金教练的话照做了 前半场的时候 他真的干扰到了五号 可当五号说他再靠那么近 他会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时候 石恩心软了 他迟疑了几秒 五号却趁机超越了他 从而打败了阿哲 拿到了第一名 事后石恩免不了被金教练一顿臭骂 石恩解释 那时候情况紧急 如果他靠太近 五号就会摔下马背 可金教练却对他说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为了赢 可以不顾别人生命 这些小手段虽然没有摆在明面上 但是大家私下里都已经见怪不怪 石恩听到后很震惊 他无法理解这样的他们 心情不好的石恩 那晚喝得烂醉 班长背着他 要把他送回家 刚好他们经过了那位 骑马的牛仔帽发传单 那匹马盯着石恩看了很久 最后像是着魔似的 追着石恩坐的出租车 跑了几百米 只是喝得烂醉的石恩 并没有意识到身后的马 马也没有成功追上石恩 还换来一顿牛仔帽的惩罚 醒来后的石恩继续被金教练 安排干扰其他队员 但在上场前 他发现分配给他的蓝鸟 腿好像受过伤 他如实报告给了金教练 但金教练却叫他别发牢骚 他的马他知道没有问题 可现实是 那天的比赛 蓝鸟的确使不上劲 依据石恩判断 再跑下去 他很有可能腿会废掉 为了蓝鸟着想 他中途放弃了比赛 直接冲到了外道 金教练把他打了一顿 只问他是不是害怕 从马上摔下来 石恩说他只是担心蓝鸟 再跑下去 蓝鸟肯定不行 这时有人淡化过来 说蓝鸟经受已检查 腿已经骨折 不能再比赛了 金教练气得不解 他把这几场的失败 都归咎在石恩身上 当下就解雇了他 石恩被解雇后 被另一队的尹教练看中了 在前面几次比赛中 尹教练发现 石恩不会为了让马儿快跑 而去使用马鞭 他私下还问过石恩为什么 石恩说 与马融洽相处 有时比鞭子更加管用 就是这句话 让尹教练 想从金教练那里 挖到这个人才 尹教练为了让石恩回队 就去查看了蓝鸟受伤的原因 医生说 那马骨折前就生过病 这次完全是 旧伤复发才这样 按理来说 负责对应马的教练 是会第一时间知道 对立所有马的病情 如果金教练明明知道马有伤 还坚持让他上场比赛 那根本就不是石恩的错 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知道真相后的尹教练 把金教练揍了一顿 只有人渣 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石恩被吵后 告别了班长和好友 独自坐上了大巴 那时候 那个牛仔帽发传单 又骑着那头马出现了 看着他额头上的白毛 石恩立马叫停了车 穿过密集的车流 赶到了那匹马的面前 幸好 他们互相记得彼此 石恩急懂得落泪 看着眼前的这头马 叫出了雷鸣的名字 不知道雷鸣这些年 经历了什么 才得以幸运地活了下来 但他能够再次回到石恩身边 怎么说 石恩都不会再次丢下他 石恩失业后 带着雷鸣回到了父亲的牧场 打开那道仓库门 那些熟悉的记忆 一层层剥开 他很欣慰地笑了笑 一切都照常原样 他带着雷鸣去到了海边 对着在天堂的将军说 他发誓 以后一定会陪在雷鸣的身边 几年不见 石恩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骑士 而雷鸣也成为了一名 出色的骑马 石恩骑着雷鸣 自由地奔跑在回去的路上 正好被开车过去找他的尹教练看到 他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更加坚信 石恩是个独一无二的骑士 这一次 他要带他重返战场 夺回属于他的荣誉 让过去那些小瞧他的人看看 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丫头 是个多么厉害的角色 秦教练在得知 石恩成为尹教练的学员后 更是把他视为眼中钉 为了打败石恩 他收买了和石恩感情深厚的班长 又给他女儿接受更好教育的条件 希望班长在比赛的时候干扰石恩 班长很犹豫 毕竟在上场的那一刻 石恩都在全他好好比赛 在良心的驱使下 班长还是放弃了干扰石恩 这时 另一位被金教练收买的人 看班长不作为 就冲上去想把石恩挤掉 班长为了救石恩 冲上去保护了他 于是自己被撞下马背 还被其他马匹踩踏 最后送到医院的时候 抢救无望身亡 这件事情对石恩的打击很大 他躲在马厩里痛哭 对着雷鸣说 一定要打败他们 让他们付出代价 于是 他抛向了以前的理念 什么和马相处融洽 比马鞭更有用 现在的他为了赢 毫不忌惮地 在雷鸣身上留下鞭影 可上天就和他作对一样 他越是想赢 他越是不成功 雷鸣的臀部 也被他编得血肉模糊 然而成绩都还是到处第一 这一切都被尹教练看在眼里 这段时间 急功近利的石恩 对雷鸣关怀的也越来越少 然而石恩不知道的是 雷鸣身体也出现了很多状况 他的鼻子总是流鼻血 尹教练为了不影响石恩发挥 自己私下带雷鸣去看医生 初步检查 是感冒引起的身体衰竭 他没有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石恩 只是骂醒了他 不要忘记他的初心 人和马的交流 才是最重要的 异于点醒的石恩 逐渐沉下心 他丢下了马鞭 决定按照他原来的心态去比赛 果然要比之前好太多 这一次他还进入了前三名 之后的几场比赛 石恩和雷鸣的配合进入家境 他们连夺了几项冠军 对于这个心境黑马 媒体也对石恩和雷鸣 进行了大肆报道 最后还跑到了他老家 给他爸拍上了照 看着石恩实力如此的金教练 拉着他底下最优秀的学员阿哲 打算在下一场比赛中 好好地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 让尹教练担忧的雷鸣身体 好像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自上次感冒引起了流鼻血后 这次他又流鼻血了 金果树一再检查 他发现雷鸣的情况是肾衰竭 手术成功几率不大 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在比赛前夕 石恩终于发现了这个真相 他要尹教练帮忙做手术 不然他宁愿不比赛 事实是 大家都愿以雷鸣活下来 手术大家都想做 只是在手术前夕 雷鸣自己跑了出去 似乎在和大家闹脾气 表明他想完成最后那场比赛那样 石恩看出了他的想法 就像尹教练说的那样 有些马和骑尸就是为了比赛而生 他猜测雷鸣是知道 他自己身体快不行了 所以才想争取 为他赢得最后一次比赛 于是石恩遵从了雷鸣心愿 含着眼泪 带着他超过了阿哲 夺取了最后胜利 一跑完 雷鸣就贪倒在地 战都站不起来 影片的最后 是在石恩的哭声下结束的 雷鸣完成了他的心愿 帮石恩取得了胜利 也永远留在了大家内心 看完这部电影 我只想说 好好爱护身边的动物吧 它们是多么的好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点赞评论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